哈囉大家好 我是愛比哥的代理人波比 這支影片要帶大家來去拍攝網美景點 首先我們要先去北投的農殘室 再去台北藝術大學 現在在奇岩捷運站 這裡只有一個出口 如果你要走路到農殘室的話 要將近走個10分鐘 現在就跟著波比畫面路 在捷運的出口 正前方就可以租單車 騎單車就只要花5分鐘的時間 你可以來做選擇 當你租完單車之後 我們沿著這一條三河街二段 一直直騎 騎到大葉路左轉 看到大葉路65向再右轉 直走走到底就可以看到農殘室 在這裡有停車場 開放的時間是從上午9點到下午5點 這裡可以停機車 腳踏車還有汽車 讓我們現在就進去吧 在路市的時候 有幾點很重要 尤其你路市 千萬不要穿暴露 短褲 短裙 無袖裝 還有拖鞋 因為我有點誤會 以為是要到建築物裡面 才不可以穿 原來是一進大門就不可以了 剛剛師姐有說 下次不要這麼穿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這支影片 記得千萬不要哦 所以波比是錯誤示範 陸市要維護道場的莊嚴 在裡面要輕聲細語 身心放鬆 蒼板的時間是9點到5點 那最後陸市的時間是4點半 所以這些相關資訊要千萬注意哦 那我也會把資訊放在說明欄上 大家可以再去觀看一下 今天天氣比較不優 所以看起來很灰暗 以及這裡的拍攝網美景點 有這一個點 還有這邊 現在帶大家去拍攝囉 這邊是第一個網美景點拍照的地方 那教大家如何拍照啦 首先你可以先坐在這邊先合影 合影完之後 你就可以往這邊看一下 帶有一點憂鬱的感覺 故事的也可以看著天空 雖然今天天空不作美 然後也可以換這邊的臉 也可以這樣子 可以疊這樣子 所以有各種Pose 你都可以來學看看哦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拍第二個景點囉 走 這邊就是拍第二個網美景點的地方 首先你可以站在這個中間 會有一種延伸的感覺 第二個的話 就是 它在這邊就可以拍攝延伸感 你可以來跟建築物一起合影 你可以來跟建築物一起合影 所以你可以站在這邊 然後看著它 手裡面可以捧著它 再來呢 最後一個好玩的來囉 在這邊探頭的同時 可以拍到建築物 會非常的可愛又俏皮 現在在關渡站的一號出口 要去搭乘紅五五公車 要到台北藝術大學的行政大樓站下車 那現在就來去搭紅五五公車吧 現在在關渡站的一號出口 紅五五公車 然後來跟建築物一起合影 旁邊的行政大樓站 現在都要坐在這裡 到台北藝術大學 可是我們來坐在這裡 再去搭乘就可以了 這裡有紅55、紅35的公車 都可以抵達到台北藝術大學 但只有紅55才可以抵達到 今天要去的行政大樓站 如果你想要搭乘紅35到台北藝術大學也可以 但是只會抵達到校門口 所以你還要再走上坡 才可以抵達到行政大樓 所以你想要輕鬆一點的話 你就搭乘紅55到行政大樓站喔 那你看到行政大樓站之後 這邊走過來 會看到一個大鐘 大鐘之後再往下走 你就可以看到前面有一片的大草原 台北藝術大學第一個開到地區就在這邊啦 如果你想要跟大鐘建築一起合影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可以拍攝背影的感覺 也可以直向大鐘 接下來呢 我們就在下面的圖台來做拍攝 這邊的風格比較適合悠閒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拍攝台北市的 接下來就是第三個就是在下面的草原來做拍攝 接下來就是第三個就是在下面的草原來做拍攝 那我們要跳去 這支影片教導大家的是非常入門的 就連不會攝影的朋友 我相信你只要跟著波比一樣的角度來進行拍攝的話 我相信你就會學會啦 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去農產市的話 一定要注意他們的入市規定 再來如果來到台北藝術大學 千萬不要在學生上課的時候來 因為畢竟這邊還是教育的地方 所以建議你 下一日再來喔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還要訂閱IQ頻道 最重要的是要打開你的小鈴鐺 下次見囉 掰掰